大家好我是Paul 最後一道最後英文細讀 相信大家都已經知道安倍被刺殺了 我們這頻道雖然沒什麼影響力 不過我們還是替他做一個複文 複文的英文叫做obit obituary 所以這邊是NPR的報導 美國的公共廣播電台 他這邊就寫著obitua obituaries 就是複文 你如果不知道複文是什麼的話 看一下這個螢幕上 這個複文就是人家的死訊基本上 讀一下標題 Shinzo Abe killed at 67 Leaves a storied legacy as Japan's longest serving premier 好名字叫阿伯 翻成中文還蠻 安倍我知道 不過發音就像大叔阿伯一樣 蠻可愛的 67歲過世 他留下了一個storied legacy 你大概可以猜得出來這個意思 因為story就故事 所以他留下了一個非常精彩的 很有故事的一個傳奇 這legacy翻譯成傳奇可能也怪怪的 總之他留下了 他背後留下了一些封公圍 什麼這些的 讓大家去紀念他 我們就稱這個東西叫做legacy legacy 翻譯成一個他的個人的那一種 民生方面的遺產也不為過 你如果今天講真的金錢上的遺產 可能叫做inheritance 那也可能只給你的小孩 或者是你把它捐出去 可是如果那種民生上的那種東西 我們叫做legacy legacy 傳奇也可以 留下了一個storied legacy 那他是日本的這個 服務過最長一段時間的一個首相 所以premier這個字首相OK 其實像prime minister也是OK的首相 或叫總理 所以premier 然後打錯字 pre才對 對不起 或者prime minister 那在這邊我覺得看什麼地方怎麼用 你知道嗎 像我如果沒記錯 我以前來自的這個加拿大 那總理像現在是那個賈斯丁 大家知道 杜魯道 那總理是prime minister 那premier是省長 那但是在這邊的話 他把premier當成是日本的總理 所以他不用prime minister 所以我相信這幾個字大概 根據國家的不同 那他們會有一些不同的用法 這個大概不是最重要的東西 我們往下看 所以長這個樣子 你應該對他不陌生 我們就讀幾段好了 那因為這個是副文 所以寫的是老老實實 正經八百的 所以他第一段就把整個他的刺殺事件 講了一下下 以及他死的時候大概是幾歲的寫的 so 這句就結束 好 所以這一段 只寫了兩句話 第二句話說他想年67歲 想年嗎 我知道這個得年67歲可能會比較好 那不管了 ok 所以前日本的prime minister 所以這裡用了prime minister 那ok 他assassinate assassinate 就是動詞 就刺殺暗殺 那assassin是他的名詞 就是刺殺者 如果你聽過一個遊戲 刺客教條的話 就叫做assassin's creed 打出來一下給你看好了 所以assassin 就是名詞 所以我剛講那個遊戲叫做 assassin's creed 刺客的教條 好 好 沒什麼了不起 來 所以這個東西震驚了這個國家 日本這個國家 那在這裡呢 在日本這個國家 事實上槍支的這種violence 暴力 或者是政治的這些攻擊 其實是很少的 所以stunning a nation where gun violence and political attacks are rare 我剛講的有點快 所以這邊真的是 這也是已經是一句話了 所以這裡並不是前面一整個是一句話 好 所以在日本來說 這個資訊其實相當 我覺得還蠻重要的 其實日本很少發生這樣的事情的 所以gun violence 如果是美國的話 可能都覺得沒什麼了不起 可是日本的話 這是很大的一件事情 政治上的攻擊啊什麼的 所以他是一個influential 很有影響力 以及是服務最長的 longest serving prime minister 所以他很努力的來幹嘛呢 來想要振興日本的經濟 所以這個振興這個詞 他用的這個詞還蠻生動的 因為vital這個詞 你看它躲在裡面 就是生命 所以vitality就是你很有活力 所以他想要來重新 讓日本的經濟有活力 所以他用了一個動詞 叫做revitalize 很不錯 revitalize 所以他努力來revitalize 這個國家的經濟 而且他用了一個 用他的名字叫安倍經濟 安倍經濟學 你應該聽過 所以他的namesake 這個namesake就是跟他同名的 叫做abbenomics 所以這個economics 前面的echo的部分 不要變成了阿伯這樣子 酷 然後他rebuild他在全球 他想要重新建構日本在全球的地位 所以rebuild its role on the global stage 如果成功不說 但總之他的果實六七歲 he was 67 第二段 阿伯 was giving a speech for a candidate in Nara a city in western Japan just ahead of Sunday's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when a man fatally shot him from behind with a handmade fire arm 這邊結束 所以這一段講清楚了他 到底是這件事是怎麼發生的 所以他是在演講 he was giving a speech 為了誰呢 為一個候選人 a candidate候選人 在Nara Nara Nara 我相信日本應該會唸成Nara but it doesn't matter 所以是在日本西部的一個都市在演講 那他的演講就是在國會大選前 所以國會這個字 你應該要認識一下 所以parliament parliament p-a-r-l-i-a-m-e-n-t 所以L-i-a的部分不會唸成Lia 所以這個不唸作parliament no 就parliament parliament 我特別強調你應該要認識這個字 為什麼 很久以前我一個學生去考託福考試的時候 結果他在寫作課 不是寫作課 寫作的這一環節 他竟然遇上了parliament這個字 然後他不知道這個字是什麼意思 結果他那個作文就整個寫爛掉 因為他完全寫不出來任何內容 所以就因為看不懂一個字 然後他回來跟我說 老師我考慘了 因為他考完馬上去查了parliament什麼意思 他說 oh shit 竟然就是國會 如果他今天看懂題目 應該就可以寫得出來 所以parliamentary election 所以國會大選 你就知道了 所以在他簡言講的時候 有個傢伙 從他背後就射殺他 所以a man fatally shot him from behind 所以我們這邊要講到我們標題裡的這個字 fatal 所以他把他給射下去 然後就把他殺掉了 所以他受了致命傷 對不對 所以fatal這個字就是致命的 那我們知道致命總共有三個 有fatal有lethal有deadly這三個字 那我真的很有印象我們介紹過 不過我知道這個東西只要重複去讓你複習的話 你就會慢慢再更熟悉它 所以三個字的不同 其實deadly是最容易用的 因為你知道dead就是死嘛 所以致命的東西你說deadly 大概都不會錯到哪裡去 如果今天有個武器這個武器可以致命 那就叫deadly weapon是沒問題的 致命的疾病 a deadly disease也是沒問題的 so cancer is a deadly disease 沒問題 所以癌症是個致命的疾病 所以deadly是致命的 那能不能把cancer換成前面這兩個呢 你能說它是一個lethal disease或者fatal disease嗎 well 這就要看你在說的有沒有意涵 有沒有包含你想包含的那個內容在裡面 我們用最簡單的方式來說 fatal這個字不是太難理解 因為fat這個字你應該是知道的 它就是命運 所以fatal這個字就是fat這個字的形容詞的變化說真的 所以命運命中註定你會死的話 ok或者說就是這是一個 I don't know比較有運氣成分 比較就是有命運 有上天安排的成分的話 我們才會用fatal 所以今天你如果是那個 犯了什麼罪就會被判死刑 那個死刑的話 其中一種方式是打那個毒針讓你死對不對 那今天這個就不算是命運的事情 因為你真的 是你是犯罪然後活該對不對 所以我們不會稱那個東西fatal injection 我們叫做lethal injection OK 那相對於你在戰場上如果被人家射殺的話 我們大概也不覺得那個是運氣的事情 除非你那個國家是用募兵制 然後你就會募去了 如果今天是真兵 然後你自己主動去當兵 結果你在戰場上被人家幹掉了 那我們不太會覺得這是fatal的 所以殺人的武器 我們除了可以叫deathly weapon 我們也可以叫lethal weapon 我們大概比較不會叫它fatal weapon 因為again這個沒有什麼運氣或者是命運成分在裡面 所以lethal weapon甚至還是一個電影的名字 我這邊給你看一下它以前的海報 lethal weapon 中文就翻譯成致命武器 我相信我的觀眾群應該都熟悉這個電影 因為大家年紀可能跟我差不多到哪裡去 你知道前面這個是沒有幾部訊 然後其他的一些演員 後面還有Chris Rock是我認得出來的 第四集的時候後面還有一個很熟悉的身影 你看得出來這是誰嗎 我大概沒辦法再放大了 後面這個是唯一的一個華人有沒有 而且是放在最後面的 他是李連傑 所以李連傑在好萊塢出道的偷集部電影 裡面演一個大反派 把Mel Gibson打得亂七八糟的 後來反派還是死了就是了 那他那時候小咖到一個程度 甚至有些海報上你看 把他去除掉了 好傷心喔 好所以lethal weapon我們說的是致命武器 就不是fatal weapon 可是也可以是deathly weapon 那fatal可以用在哪裡 如果說今天跟命中注定命運有關係的話 例如你發生一個車禍 那如果不是你故意亂開車蛇行或之類的話 我們會說你就是倒霉 所以命中注定你發生一個車禍 所以我們會用fatal accident這個詞來說 fatal accident 有沒有lethal accident 我覺得大概就有點怪 OK我不能說沒有我覺得 但是我真的比較不熟悉 我覺得fatal accident 是比較常看到的變化就是了 好所以把這三個詞講一下 事實上的確應該是要他的不同在裡面的 Alright 那我們繼續看下去 好所以 he was fatally shot a man fatally shot him from behind 我一直就在思考著 這裡用fatal的理是不是最好的選擇 因為我剛說fatal有命運的成分在裡面 那今天他被人家射殺了 你要說這是命中注定的嗎 或許這個看法也可以是也可以不是我覺得 你說他這個經濟改革什麼幹嘛的 發一些人討厭 因為我把這報道看完 下面就說日本人對他事實上是愛很參半 所以有的人很討厭他 有人很喜歡他 那如果說他做了一大堆的這個經濟上的作為 政治上的作為是被人家不爽的 結果就被人家射殺了 你會不會覺得稀後這樣子 那如果是這樣你可能就會覺得 wow it was fatal it was an eventuality 你遲早會被人家射殺掉 it was fatal but 那可能看法下這個可能都不一樣 我們再往下看看個幾段 所以逮到了這個人 so police arrested the suspect suspect identified as Tatsuya Yamagami a 41 year old unemployed former member of Japan's Maritime Defense Force 卡了一下 所以41歲的一個男子 他是一個總之失業的unemployed 而且他是前日本海防隊 什麼叫海防隊的成員 所以日本你有自衛隊你知道 所以他Maritime就是海洋的這樣子 所以日本的這個Defense Force 好 所以他應該就是當過兵 所以前軍人這樣子 所以police said say he confessed to the crime but his motive remains unclear 所以他是承認自己犯刑 但他的動機 維持著不確定 remains 保持不知道這樣子 大家不確定他到底為什麼 多看幾個字 所以這個assassination 引發了大家的社會的震驚 社會的恐懼 就horror what the hell 以及還有什麼呢 大家對這件事情的看法 事實上是有contrasting的 就是不同的 就可能有人覺得 他死了OK 因為有反對他 另外的人可能覺得好可惜 好elicit這個詞看一下 就引發 所以這個assassination引發了shock horror and contrasting views 所以elicit這個詞引發 剛剛再強調一次 你可以把它換成evoke 或者draw out 這樣的一個動詞 那我們反而要多講幾個字 就是有很多英文詞 是這個elicit結尾的 所以elicit是引發誘發 然後呢 sollicit這個詞 我就會先拿出來講一下 sollicit是 像我如果今天想要跟你兜售生意 我就再向你sollicit 我如果今天是一個候選人 想要跟你想要跟你拜票 我就再sollicit你的票 所以一個elicit是引發東西出來 sollicit是我跟你討東西 所以sollicit這個詞 生活上也很常看到 就你在國外居住生活的時候 你會看到有些建築物 像例如說shopping mall 他會在他那個入口的那個門 門的門把旁邊貼著一個那個貼紙 就是no soliciting 什麼意思 就是你不准在這個建築物的裡面 做sollicit的動作 例如說候選人不能在裡面拜票 例如說你是賣保險的人 不能在裡面推銷保險 所以你不能sollicit 所以這樣就懂sollicit的意思了 可以齁 所以跟elicit差很多 elicit是引發 所以像今天這個assassination 引發了大家的恐懼驚慌 但是sollicit是我跟你討東西 OK 那另外這兩個licit 相對來說簡單一點點 一個叫做explicit 一個叫做implicit explicit就是非常招然的非常明顯的 而implicit就是比較低調的 OK 好 所以這兩個字算了 我們就這樣講一次這樣夠了 來多看幾個詞 我們多看 接下來這兩段我就不說了 他總之就是說日本人其實都很小心 他們被採訪的時候只給人家信不給人家名的 所以這邊有一個報導 不是報導 這邊有一個採訪說 set a man with the sermon Shimizu who was unwilling to give his first name because he's distrustful of the media 所以他們對媒體不信任 採訪的時候我只給你信什麼 所以你叫我陳先生就好了 所以不給人家他的名字 然後下面另外一個人也同樣的 不給他的這個full name 好那算了沒問題 我們多看一個這個 多看到這邊最後一個這個 其中一個人的分析 我覺得我們這個字一定要看一下下 so let's carry on 大概在這邊吧 yes 好 所以這邊有一個作者 作者寫了 他曾經寫過安倍的傳記 所以傳記叫做biography 那還有一個詞叫做autobiography 就是自傳 所以一個是傳記一個是自傳 所以安倍有人寫過傳記 所以他的傳記的這個書名叫做 The Iconoclast Shinzo Abe and the New Japan 所以我們講一下iconoclast這個字 我們icon這個字其實應該很熟悉 我講像比如說流行街的安迪沃和是icon 唱歌界的Michael Jackson是icon 所以icon有指標象徵的概念 所以象徵性的人物指標性的人物 我們就叫他icon icon就可以了 那形容詞是iconic這樣子 那加一個後面的iconoclast 這又是什麼意思呢 好所以就是我們後面這個注釋 我直接讀給你聽 a person who attacks settled beliefs or institutions 所以你會去推翻一些社會上已經建立起來的東西 等於說你是一個反對派這樣子 OK你是個反對派 就好像在野黨攻擊這個執政黨一樣 所以iconoclast就是一個反叛的象徵 所以他認為安倍這個傢伙是一個iconoclast 蠻酷的OK 所以他認為安倍的事實上會讓日本人重新再凝聚起來 因為畢竟無論如何日本可能還是一個比較 因為我 again 我讀了一下這個報導 我I strongly encourage你也去把這個報導讀完 他分析了很多日本的政治經濟的這些狀態 所以他是說日本人其實政治方面 他們表面上都是蠻和平的 那要有什麼鬥爭有什麼幹嘛的 那個背後私底下在弄這樣子 好所以他就 I expect his death to be more of a unifying event than a polarizing event 所以我特別想講polarize這個字 unify這個字還好 就是把大家凝聚起來 那polarize這個字就在形容很多東西 因為polar這個詞你知道是南極北極 polar 那還有一個詞叫bipolar 這是一個病 我們叫它躁鬱症 因為你有時候躁有時候鬱 躁的時候你就覺得你是全世界最聰明的人 鬱的時候就當到谷底這樣子 所以bipolar就是又高又低的躁鬱症 那polar again是南極北極 所以polarizing是一個動詞加ing 用在什麼地方 像例如說美國就非常的 在政治上已經很兩極化了 所以要不你就非常左非常的激進 然後覺得像我們常常說的 要尊重性別平權什麼這些的 我們喜歡equality of outcome 結果是平等氣透是平等 但是右派就比較保守一點 然後支持資本主義什麼這些的 所以你可以說 the American society is a polarizing society OK 所以polarizing 很常看到一個詞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把這個字也多記一下 OK polarizing 好 那安倍對台灣非常友善 所以那這部分我就不提了 大家應該都非常的熟悉 好 那這個真實人物的死亡 相信在臉書上已經翻天覆地的大家都在悼念他 連我們101大樓都有寫出這個悼念安倍的詞句 所以我們就祝他安息吧 OK 所以這個RIP 這個大家都會 rest in peace 被刺殺會rest in peace嗎 或許不會 會不會其實很多仇恨 以至於不能去轉世還是幹嘛的 你可能也不相信轉世這回事 but anyway 好啦 如果沒問題的話 這應該是禮拜一 所以祝大家禮拜一愉快 我們禮拜二見